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又想說一件事 剛才在翻譯聖經時 我聽到一些花碎 原來馬丁路德翻譯聖經時 他翻譯了差不多十一二年 整本聖經 他翻譯成德文的聖經 在五百年後的現在 如果我們去德國 原來人們仍然在用他翻譯聖經的語文 所以對整個德國的語文統一 和運用很有幫助 而且最難得是 我們經常說 你都離地的 都不貼地的 他是一個很貼地的人 很謙卑 他在逃難 躲到堡壘裡 因為住人權者要殺他 他躲上去 你知不知道他是逆妝 留了鬍子 所以他整天的樣子都不一樣 一時胖一時瘦 他看得到他的樣子很可愛 他就靜悄悄走到別人的市集 聽聽街市買牛肉的說什麼 買菜的說什麼 他就用了別人的最常用的說話 用來翻譯聖經 所以他翻譯了德國的聖經 那些人會看得明白 如果你翻譯得很高深 沒有人明白就只有你明白 這樣就沒有意思 所以到現在為止 其實整個德國的五百年裡 仍然是沿用他的聖經 所以他翻譯得很好 真是很好 這是熟靈的遺產 至今都可以用 馬丁路德說的三個遺讀 都是因著聖經的啟發 讓他能夠認識 我們試試看這三個遺讀的時候 剛才我們在短片中也看過 遺讀聖經、遺讀恩典、遺讀信心 其實這三個遺讀後期 在改革中的教會 他們會再加上第四、第五 遺讀基督和遺讀神德榮耀 其實這五個遺讀 對我們來說有另一種啟發 亦是我們今天需要堅持的 因為正正是這五個遺讀 我們可以對比現代 其實很多的世界宗教 帶來給我們一些衝擊 例如我們說的聖經這裡 唯獨聖經 唯獨聖經 其實我們也可以說 今天有很多的世界宗教 是用其他的經典 想跟我們的聖經等同的 到今時今日 聖經是全世界最長燒的書 我想是無容置疑 佛教有的佛經或道德經 道教等等 他們都會嘗試推廣他們的經典 但我們 為何基督說我們的信仰 很實正 就是因為我們有聖經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聖經的話 我們整個信仰 就像在浮沙裏面 因為隨著時代 可能要有很多改變 但唯獨聖經是真是 真是 真是 信心也都是 今天我們說的很多宗教 他都叫人去信 或者去拜他們的神明 但他要加上其他東西 那個信心要加上善行 要做好的行為 修喬寶怒 所以他說不是恩典 他說我們那個神明 都會有慈悲 但他就加上了功德 你要用人為去補償 至於基督也是 在基督以外 加上其他人的幫助 或者是聖人 或者甚至一些偶像等等 其實這種所謂他力的救法 若然不只是 單憑基督的十價救贖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見 那個問題又出來了 所以今天我們說 教教的所有異端 都會在這個問題出了亂指 最後當然 唯獨神德榮耀 不過 這也是我們人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人想搶奪神的榮耀 我們人很想自己 扮演神的角色 我們很想作主 其實這是我們人的 那種驕傲 以及我們的不懂得謙卑 我很同意牧師正說 很多時候我們做了一些事 我們會覺得 好像自己做到的很威風 其實真的走一步 其實我們真的要欣賞自己 我們應該是謙卑回來 其實完全是恩典的路 我經常跟他們說 其實有時看過往 就算馬丁路德 或者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在你自己的角色業裡的朋友 都是 你看看以往和你現在走 或者以往再走的路 其實神是有個計劃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分享的那麼多 譬如我為何這麼大膽 找兩個攝影師 人家的隊伍是八個人 十二個人 帶著化妝師去 我一個人自己化妝 我握什麼也是我 然後所有的稿是沒有稿的 你知道嗎 埋位就做 我覺得神是很多時候 讓我們在過往的經歷裡 其實是一直去裝備我們 到某個位置 你會覺得 為何有這個guts feeling 其實那些所謂guts feeling 即是突然間你有的靈感 或者勇敢之類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過往 很多很多的經驗累積 所以到了那個位置 你突然懂得做那個決定 但那些智慧不是我們來的 是完全神的智慧 神給我們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經常覺得 其實就做可以變成祝福 是真的真的 有時我們自己有很多的跌倒 很多的撞板 而是教會我們 原來這條路走得通的 所以這次在馬丁路德的旅程中 我覺得這三個至五個遺讀 我就覺得很棒 我們一定要回到聖經 聖經教的 證明說 祥福是一家的頭 一家有兩個頭 你死定了 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你不是同父一騙 你死定了 聖經中所說的 人是賺得全世界 賠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 人還可以用什麼來換生命 或者換我們的健康 和家人的關係 其實聖經中有很多的道理 是很對的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聽了它就算了 我們沒有它真的走出來 我覺得信心是 我們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還有一件事 其實這完全是恩典 不是要你去收 買多少塊瓶 買多少塊瓶 或者買多少塊瓶 去做這些事 是白白神給我們的 所以整件事 正如牧師所說的這五件事 我覺得到最後 是榮耀歸神 我同意的 其實我們人生應該是有這樣的態度 是 去過我們在地上的日子 因為我們不能夠自誇自己的東西 其實當我們人越長大的時候 我們越體會 我們今天可以有一個健康 和可以呼吸一口氣 都不是必然的 特別是我們做牧者 有時會很體會這件事 一個好地地的一個人 可能還在你面前走 走得 忽然下一個小時 他已經不在這 我們說生命可以脆弱得這麼交關 這件事 讓我們看看 其實我們今天要好好珍惜 我們在地上的神秘 我們仍然可以一色上傳 我們可以服侍神見證 我知道Mary你自己 就是裡頭經常都有一團火 很想傳福音 也很想見證神 為你的服侍也很感恩 我也很看到 她說我發燒 Mary你經常周遊列國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特別在今次德國的零售 我覺得和當時的改革運動 馬丁路德要倡導的一種工作態度 其實也有直接關係 他們當時的社會 其實比現在是簡單很多 在馬丁路德的世界裡 它是將我們社會裡分成三種類型的 即是所謂工作崗位 一是屬於教會界 即是你是幫忙教會 或者是跟教會有相關的工作 全部都是屬於那類 另一類就是所謂的婚姻界 婚姻界? 不僅是你的太太 包括你的兒女 你家裡的婚姻 全部都是 這是另一個界別 而第三方面就是政府的界別 很特別 政府界別的體為 政府都是在神的掌權下 作為一個工具 去治理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以為 我今天如果在教會以外做事 我就是在打屬世的功 這個觀念就不是很正確 雖然在馬丁路德有兩個角度的觀念 但是他在說神的主權 不僅是在屬民的角度 神的主權也在屬世的角度 是彼此有相容的一個交叉 我們今天很喜歡說Fusion 其實上帝是Everywhere 上帝在你今天生活的每一個場景底下 上帝都是在那裡主宰你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理解底下 整個馬丁路德帶出的 不僅是教會裡面的改革更新 亦都在影響著教會外面的 所謂屬世的一些制度 包括家庭 包括我們的所謂的工作官 原來我們的工作官 每一天 其實你就是一個敬拜 你每一天 你是在服侍地上的老闆 其實你都是在服侍天上的主 這個與哥羅西書所說的真理 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我們去理解馬丁路德 整個的觀念的時候 對我們今天怎樣作為一個 每一天我們都要實踐我們的信仰 的一個人 我們不是說牧師傳道 他們是被神呼召 他們才要這樣生活 其實我們每一個信徒 一樣 我們都是全民皆祭司 我們都是不會進去敬拜 去服侍 能夠去榮神益人的 所以 沒有說將我們的工作 好像特別貶低了成為 這些是熟世的工作 你在熟世的環境裡面 你能夠彰顯 耶穌基督的主權 以及真理的綱 其實這個你已經是 在敬拜著上帝 以及你是在服侍我們的主耶穌 跟隨著我們的基督 很感謝今天林承順牧師 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們作為基督徒 好像牧師的教導 其實我們就是要活出基督 無論在我們的言行各方面 我覺得我們無論在甚麼崗位都好 是互相效力的 我在這裡祝福各位 很感謝創世電視和影音 因為我這麼勇去拍攝回來 你可以給我出 希望下次我又拍到夠水準 又可以再出 希望牧師再給我來這裡分享 好 多謝你今晚和我們有非常好的分享 各位祝福你 開庭你們 主任常在 Thank you 好 多謝林詩和Mary 不如我們請兩位主力港嘉賓 留一留步 這麼精彩的片段 這麼精彩的內容分享 我們除了以熱烈的掌聲 多謝兩位之外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很多的領袖 或者想再問多些 你們可以繼續就座 我們要來這裡 對 您 úcar 不會 為 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